好,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安夜的时候 透过世心一起来庆祝,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 也在神的面前一起为这过去 这一年上帝的看苦而保守 我们献上感恩,一起来赞美主 好不好,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 我们谢谢主带领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主,你怎样看苦保守我们,恩待我们 给弟兄姐妹在主你面前都有健康的身体 都领受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今天晚上透过在这个平安夜 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把平安赐给我们的这个时刻 主,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感谢主,祝福每个弟兄姐妹,保守每个弟兄姐妹 也继续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平安夜当中 主啊,享受你的平安 也同样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所给我们大喜的信息 耶稣基督降生 为拯救罪人的福音 能够跟我们周遭的人 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来分享 让他们也能够领受主 你自己的祝福 得到主你的救恩 感谢赞美主 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嗨,大家好 非常欢迎每一位来到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朋友们 热烈欢迎大家参加2021年 永生圣基督教会在网络上举行的圣诞晚会 我们感谢王牧师刚才给大家做的祷告 我们现在来欢迎师班 来带领大家一起来敬拜祖来唱诗歌 好,如果你愿意可能的话 你就一起起立 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唱这几首诗歌 那一首诗歌呢 是弟兄们带大家唱的 普世欢腾 那第二首是姐妹们带大家一起唱的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我们欢迎 祝福 格庄 �flow 祝一 牧师 義 上主不明 无限荣誉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 主爱奇妙莫名 主见证明 恩是坎坎 要是万方证明 上主不明 无限荣誉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奇妙莫名 主爱 主爱奇妙莫名 安情的日子 我们要把这一声最美的祝福来送给每一位 耶稣基督 主爱奇妙莫名 你的恩免 无诚信 让我真实见到你 在我一个身体 我有一个赞美你 你的美好 是我今生所良的 其妙莫名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主世爱奇妙莫名 主爱奇妙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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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这一声最美的祝福 就是爱心主耶稣 走在高山山谷 他会反过同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要信心画出你 你也有念不诚心让我 真实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英雄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所养的 就你的圣诀也没祝福 就是爱心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爱心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山谷 他会反过同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爱心靠主耶稣 就是爱心靠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爱心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山谷 他会反过同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爱心靠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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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高山山谷 他会反过同心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爱心靠主耶稣 我知靠主耶稣 耶稣爱你 我们知道神就是荣耀 耶稣降临到人世间 所以祂是从荣耀中降临 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从荣耀降临》 那这首诗歌唱出圣诞节的真实意义 我们大家来欢迎 Tan backaya 《从荣耀降临》 全avana 达 sending 最美的祝福 Nur 看似手机上流泪流泪 我的台主 我的宗派出 我生命了过我的一切 宇宙的出赞 成为我求主 生意却佛生 卷在主义 主卑微胜部 是我们的救赎 虽在黑夜上 好如梦变长 难知悲伤主 甘愿你荣耀主 将是宗书 我的宗派出 我的海主 我的宗派出 我生命了过我的一切 宇宙的出赞 成为我求主 生意却佛生 卷在主义 宗担心恶意 大臣却容神迹 巨尝十九度 国家 战卫生 却义 宗派出赞 临富和宗派出赞 主义 宗派出赞 写日 祖宗派出赞 主义 有何能崇拜主 我生命两方 我一切 一手大主宰 神为我出主 神一切共生 全在主力 我的爱主 我的崇拜主 我生命两方 我一切 一手大主宰 神为我出主 神一切共生 卷在主力 下面我们来请王牧师做一个简短的圣诞分享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拍手欢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这里 公祝大家 圣诞快乐 上帝的恩典领导 大家每个弟兄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 最近我从网上看到一张有这样的一个图画 有一个小孩子问圣诞老人说 Where are you in the Bible? 意思就是说圣诞老人到底是处置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呢? 圣诞老人的回答是 The part that said Satan deceived the whole world 他的回答就是说 就是在撒旦欺骗全世界的那一段里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诞老人并不是圣经的人物 也不是基督教里面的任何的宗教人物 穿着红白色的衣着帽子和宽大蝎子的圣诞老人 其实是1930年可口可乐公司创造出来的广告人物 他满身的红白色其实象征着可口可乐 这形象进成了今天圣诞节的一个重要人物 圣诞节 圣诞节 原来是为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 以天使向玛利亚报信问安为开始 到主耶稣在玛利恒马郎里降生的时候 天使向一群牧羊人宣告救主降生大喜的信息 最初呢 圣诞节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宗教的节庆 以后逐渐被转化成为民俗的节日 而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 除了参与教会的仪式和活动以外 各家各户商业或是在街道上都可以看见相关的布置 随着近代西方国家的影响力 在非基督教地区和国家里面 圣诞节只剩下文艺与消费的活动 完全已经逝去了宗教的意义 成为前年重要的购物季节被商业化了 教王本都十六世在2011年圣诞节前夕 也就是在平安夜的时候 在分地纲圣彼得大教堂 当他主持平安夜的米撒的时候 他是这样子 他说今天圣诞节已经成为一个商业的庆典 明亮的灯光使人们看不到 上帝要我们谦卑和简朴的内涵 让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穿越圣诞节表面的光鲜亮丽 发现那在伯利和马郎里的婴孩 找到真正的喜业和光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连教王都一直在强调 圣诞节我们应当是要回归 来纪念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 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而不要把圣诞节给商业化 不要把圣诞节的主角 原本是主耶稣 而用圣诞老人来做代替 弟兄姐妹在这圣诞节的前夕 让我们以圣诞节英文Christmas 这几个字母 我们来了解一下圣诞节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Christmas 第一个字是C做开始 C是指Christ 是指基督 不是指卡 不是指圣诞卡片 第二个字母H H是指Hope 是盼望 不是指Holiday 假期 第三个字母叫做R 是指Rejoice 喜乐 不是指Recreation 意乐 第四个字母I 是指Incarnation 是主耶稣 道成了肉身 不是指Inpregnation 不是指怀孕 第五个字母S 是指Salvation 上帝的救恩 不是指Santa Claus 圣诞老人 第六个字母T 是指Thanksgiving 不是指Turkey 佛基 第六个 第七个字母 是指M Meditate 凡神 不是material 物质 第八个是指Adore A 不是指Activities 活动 最后一个是S 是指Sharing 分享 不是指Shopping 所以圣诞节是让我们 去看到上帝 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 把希望 把喜乐 带到我们当中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救恩 得到了上帝的救恩之后 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 时常的反省自己 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 同时 我们也把这个好消息跟别人来分享 道成肉身 到底有什么意义 圣诞节对我们来说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看到道成肉身 是让我们能够去认识上帝 耶和福音第一章18节 告诉我们说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肚神 只将他表明出来 上帝在耶稣里面显现 是给予世界最完备的启示 若你想知道上帝像什么 那就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因为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 告诉我们说 神本性一切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基础在基督里面 所以在耶稣里面展示出来的 不只是智慧力量 庄严还有公义 仁爱恩典还有爱 把上帝对世人的爱 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展现出来 圣诞节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弟兄姐妹 圣诞节就是上帝 把对世人的爱向我们启示 耶和福音第三章16节 明确的告诉我们说 上帝爱世人 差遣他的独生子 来到这个世界 为我们走上十字架 为我们牺牲 为了要解决我们人类的罪 让我们透过耶稣 接受耶稣 相信主耶稣 不知灭亡 反得容身 所以他的降生 带给我们心灵 和生活上的真正的平安 愿今天 在这个平安夜 我们在一起 纪念 耶稣基督的降生 同时 我们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 让和平的君 充满在你的心里面 也充满在你的家庭当中 上帝祝福你 圣诞快乐 刚才听了王牧师的分享 就知道 这圣诞节的来由 所以呢 圣诞节不光是买买礼物 送送礼物而已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 那希望弟兄姐妹记得咯 好 下面呢 我们是有请姐妹们献师 全新的你 因为耶稣改变了我们 成为一个全新的你 全新的我 当然新年到了 我们更需要更新自己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 耶稣爱你 耶稣疼你 祂能造一个全新的你 这一天 当有你的心情 每天天是一天是一天 和他一天 你 日上每天是我的 你被打抗仪 像一組 但会未来 没有一天的星星 亲爱朋友 不过你 情缀和他很高点的 深行 期待永远能够无聊进心 等我爱你自己领养的心 耶稣能靠着一切无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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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开始因为相遇的反应 你说每天相爱一样一起 对面未来没有一个信息 亲爱朋友你是不曾经 曾经观看半天的星星 期待永远能够无聊进心 但我爱你自己领养的心 耶稣能靠着一切无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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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的你 耶稣的你 你可真心的你 耶稣的你 超一切都得心 耶稣能够 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 爱给你的爱情 耶稣为你 耶稣的你 耶稣的你 超一切都得心 耶稣能够 体会你的心情 耶稣能够 体会你的爱情 耶稣爱你 耶稣疼你 耶稣能造 一个全新的你 耶稣爱你 耶稣疼你 耶稣能造 一个全新的你 下面我们呢 给大家几个惊喜 这就是从远方送来的问候 第一位呢 就是从袁湖城来的 会谈会唱的书生袁牧师 那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 那还有呢 谭明和李红 他们十几年前在我们当中一起服事 那他们呢 也曾经担任过主入学老师 带领年轻人 那还有呢 就是Michael Lam一家 Michael Lam Sophia 然后Hey Hey他们一家 因为工作关系 他们搬到阿勒巴马 那Sophia姐妹也是有带过 我们的成人主入学 那还有一位呢 就是刘世荷和前军 那他们呢 也是因为工作关系 先搬去加州 然后又搬家 那他们的前军姐妹的母亲 在我们当中是前妈妈 那所以呢 我们来欢迎他们 为我们做这个节日的问候 好 欢迎 我所亲爱的王牧师师母 各位传道同工和信徒领袖 永生神师班以及所有弟兄姐妹 祝你们圣诞快乐 也期待2022年 教会与每一位都经历更丰盛的祝福 今年9月9日 我的女儿生了Haswell 一个小男生 姊姊叫Eloody 很喜欢她的弟弟 常常去亲近他 照顾他 今天他们 就是今天是12月13号 他们要来牛股城 过一个礼拜 然后回到这个公公婆那边在Wisconsin 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喜乐 我的儿子Kevin Su也跟大家问好 Merry Christmas to 永生神基督教会 在这个Christmas season 我有参加Soul Jordan Senior Center的Talent Show 得到第一名 希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无论教会我们个人都能够跑第一 活在神的命令当中 上帝祝福大家 平安 阿们 大家好 我是谭明 大家的老朋友 从美丽的宝岛台湾 向大家问好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永生神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我是李红 我们离开休斯敦 离开教会的弟兄姐妹 已经有十几年了 经常的想念大家 我还记得就是当初我们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在Michael和Grace von家里 大家一起一一细别的情形 非常的想念大家 也非常的感谢大家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蒙福 永生神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福音朋友 牧师 大家好 我们一家在阿拉伯马向你们问好 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感谢主带领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的教会神的家 让我们一起在欢迎度今年的圣诞节 感谢牧师和师母带领我们认识神 也帮助我们的属灵属灵的不断成长 在这个美好的节日 我们祝大家圣诞快乐 未满意 很高兴借着这个平台能够和大家见面 真的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再次的回到Huston 能够和大家一起庆祝圣诞节 求主来祝福牧师师母 身体健康 祝福永生神教会 也祝福弟兄姊妹妹在新的一年里 爱主更深 祝福福非满意 祝大家圣诞快乐 这些问候真的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 那十几年前的事情他们还记得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接待 或者是说来Hust这些弟兄姊妹在家里 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婚礼呢 在我们的婚姻和家庭当中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一个好的婚礼呢 是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很多年之后 你还是记忆犹新 那下面呢 我们就呈现一首诗歌 叫婚礼的祝福 那配合上美丽的舞蹈 再加上牧师和弟兄姊妹们的那些婚纱照 哦 真是很特别哦 那我们来好好欣赏 看你能认出那里面的几对情侣呢 那我们来说 感谢耶稣的祝福 在千万人中 让我一切了名 文明的祝福 感谢天父的见证 十字架面前 我许色的诺言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 因为你是最亲密伴侣 我要你的爱 对我的经意 我要一生珍惜你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 因为你是最亲密伴侣 我要你的爱 对我的经意 我要一生珍惜你 我望远海中 感谢耶稣的祝福 在千万人中 让我一切了名 为你的祝福 感谢天父的见证 十字架面前 我许色的诺言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 因为你是最亲密伴侣 我要你的爱 对我的经意 我要一生珍惜你 我要一生珍惜你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 为我的经意 因为你是最亲密伴侣 我要一生珍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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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生珍惜你 要一生珍惜你 跳舞越南方 淡湾 Shane 是耶稣的祝福 在千万人中 让我遇见到你 唯一的祝福 感谢天赋的天真 是自家明前 我去世的默元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 因为你是最亲密伴侣 我有你的爱 为我的经历 我要一生珍惜你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 因为你是最亲密伴侣 我要你的爱 为我的经历 我要一生珍惜你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 我要一生一世爱你 因为你是最亲密伴侣 因为你是最亲密伴侣 你是最亲密的 我最亲密的 因为耶稣是我们人生中最亲爱的朋友 那这个视频当中你会看到一个诗仪 就好像是一个双胞胎一样 那他已经在介绍一个具体的内容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弹琴的这位弟兄呢 有在弹吉他 也有弹古真 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首 最知心的朋友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交一些好朋友 平时可以交流感情 相互鼓励 可是谁可以称得上你最知心的朋友呢 是的 在人的一生中会有高山低谷 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与家人好朋友 分享心中的喜乐 可是在逆境当中呢 我们有的时候 很难得再找到一个安慰 那并不是每一件事可以对人敞开来诉说 哎 对 你说的对 人的帮助有时候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人的帮助呢 有时候也心有余 而立不足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来到世界上 会把那上好的福分带给我们 他不受那个时间空间的限制 他会时时的陪伴我们 引领我们 帮助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 来接受主耶稣 是的 在圣经的雅各书 四章八节说 你们要亲近神 神就会亲近你们 让我们把一切的劳苦仇烦 都交托给我们的主耶稣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迈克弟兄弹奏的最知心的朋友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会把这个乌云挪去 盼望你真的是每一天都活在神的喜乐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们常常在这个圣诞节呢 收到一个卡片 那卡片上呢就有三个博士 带着礼物去拜耶稣 那你知道这个故事的由来吗 那如果你读过圣经 你就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 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 一到十五节 记载了这样一段历史 就是在希律王的时候呢 耶稣就出生在伯利恒 那有几个博士呢 就看到天上的星星 他们是在东方哦 很远的地方 那他们看到呢 就知道是说 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特别的王降生 所以呢 他们就远道 去了耶路撒冷 然后呢 他们要去拜见这个王 那这三个博士呢 他们去了那里 然后后来希律王就在问 问一些的 这些的祭司长和这些文士 就说 这孩子会出生在什么地方呢 那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呢 是有记载 是有预言 是说是在伯利恒 那所以呢 他们呢 这三位博士就去伯利恒去找 他们出去走的时候呢 就看到呢 头上又看到那颗 一直引领他们的星星 他们就沿着那个星星的引领 就一直往前走 然后走到一个地方就停住了 那他们呢 就进了那个房子 那然后呢 他们就看见那颗星星呢 就大大的欢喜 他们不是很愁苦的去的哦 他们是很欢喜的去 这些历史不仅记载在圣经上 也记载在大英百科全书上 那么从这个故事 这段历史来看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这三个博士啊 好厉害哦 那他们可以从这个星星就可以判断 说哦 那有一个新的王要出生 那这个是很需要神的引领啊 虽然你可以去研究天文 但是我相信这个呢 是从神来的一个启示 那第二个层面 就是说他们呢 也愿意顺服 他们没有去说 哇这么远我怎么去啊 那那真的是一个非常远的 一个路程 而且当时交通没有那么发达 不能坐飞机 那路上有很多的辛苦 有很多的危险 但是他们愿意 而且大大的欢喜 那第三点就是说 他们看到小孩子和这个母亲玛利亚的时候呢 他们就拜 他们又说 哟我看了只是个小孩子嘛 那他们呢 而且把这三样准备好的贵重的礼物献给他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 那所以我们从这三点来看 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 常常的祷告 不光是求我们所需要的 那我们也祷告 主啊你在这段时间 你要我做什么 你要我去哪里 那有的时候呢 神是给我们一个祝福 有时候神是医治我们疾病 或者是让我们灵力有释放 那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去 好像执行他的任务一样 那有可能是一个动荡的贫穷的地方 但是呢 很多人还是愿意 虽然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有什么挑战 因为他们得到神很多很多的恩典 甚至我看到一些人 神救了他们的命 他就说 我的命就是神给的 我就要为神舍去 所以呢他们到很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 那第三点就是说 你想一想说 哇你这最贵重的东西 你会舍得这样子去给出去吗 而且欢喜快乐的给出去吗 那在这个圣诞节 我们盼望大家有一个全新的高度 全新的眼光去看圣诞节的意义 那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要更深的认识神 认识神的引领 第二就是有顺服的心来跟随神 第三个 学习把最好的献给神 那另外呢 我们就是说 在这一段时间呢 对我自己来说 神给我的托付呢 就是说 尊荣牧师 兼顾同工 培养领受 天国连接 那还有更多 这是主要的几个方面 那我自己也在学习 更多的把时间摆上 把金钱摆上 那当然我自己发现是说 哇 当我们越来越留心的时候 神的引领会越来越清楚 我们越愿意跟随 也越容易跟随 当然我们要得到一些 属灵长辈 环境的印证 不要自己一意孤心 那另外呢 那就是说我们呢 这个过程当中是可以不断的成长 可以就是一个循环式的不断的成长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爵叔 我们的心 何等的感谢你 你放弃了天上的荣华 主位 谢谢你将视为人 为我们的罪 来到地上 也为我们的罪 定时在十字架上 主位 谢谢你 让我们的灵魂苏醒 也谢谢你 让我们认识这圣诞节 真正的意义 谢谢你从荣耀中降临 也求你来帮助我们 把这大好的消息来传递给更多的人 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向你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盼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美好的圣诞节 谢谢逢传道给大家讲解这个圣诞节 三位博士 他们所做的事情 跟我们现在有什么联系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同传道 给大家做圣诞短奖 我们一起来欢迎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圣诞节的前夜 在两千多年前的今夜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的伯利横 我们的主耶稣 降生在一间客店的马槽里 这一夜也被称为平安夜 因为耶稣是平安的源头 更是平安的主 圣经约翰福音14章27节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2020-2021 我们可以说已经经历了两个最不平安 最苦难的两年 在这两年当中 我们经历了天灾人祸 夺走了我们周围很多的生命 我们更经历了社会的动荡 金融的危机 家庭的破裂 道德的败坏 也使我们人心惶惶 今天的人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当中 一个不平安的时代当中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的就是平安 可是一讲到平安呢 一般的人都会想到生命的平安 出入平安 身体的平安 在这个疫情大肆流行的时代 我们都很害怕 能感染上新冠的疫情 尽管我们打了疫苗 我们也做好了防护 可是还是有感染的风险 今天不管姓主不姓主的人 同样都有这个忧虑 同时呢 我们大家都开车 大部分人我们都开车 我们也希望开车出去路上 能够平平安安 很多不姓主的人 他们也会在他们的车上 挂上一个好人一身平安 或者出入平安这样的车市 可见我们对平安的渴望 非常的强烈 可是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 不要说明天如何 下一秒在我们生命当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不知道 掌管明天的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生命也掌管在神的手中 除了身体生命的平安以外 还有心灵的平安 疫情的大肆的流行 还有今天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所带给我们的压力忧愁 使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办法安然入睡 我们有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 甚至我们都有抑郁症的问题 这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办法从心里得到真正的平安 因为外面的环境不平安 那我告诉弟兄姐妹们一个我生命当中很真实的见证 就是每当我心里不平安 我充满了忧虑 心里满了苦毒 满了痛苦 满了难过的时候 唯有到我们的神面前安静自己的心 在神面前祷告 或者举起我们的双手 来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 平安就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真的是非常的 神是非常的信实 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 平安立刻就临到我们的里面 除了神会给我们身体上的平安 心灵的平安以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平安 就是永恒的生命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 救恩他从死里复活 现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为我们来代求 他赐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 也让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盼望 那主耶稣常会说一句话说 愿你们平安 他所赐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 就像我们刚才所想的 约翰福音14章27节所说的 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平安 腓立比书4章7节说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祂是生命里的安息 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 凡老虎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祂也是永恒的祝福 立位记26章6节说 我要赐平安在地上 你们躺过无人惊吓 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 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 怎么样才能得到神所赐的这么好的平安呢 首先要来认识耶稣 约伯基督32章21节说 你要认识上帝救得平安 福气也必临到你 认识上帝不是说我们能叫出主耶稣的名字 知道祂是以满内灵 我们更然知道祂是谁 祂的性情如何 祂是怎样的一位神 并且我们来相信祂 约伯一章12节说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祂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什么是相信 就是把祂接到我们的心里面 让祂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 居首位掌王权 最后也让我们愿意来托付耶稣 提摩太后竹一章12节说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 让我不以为此 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 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唯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不仅认识耶稣 相信耶稣 更将能够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托付给他 能够因为相信而真实的去依靠他 这使平安必会临到你 今天晚上我要借着主耶稣的一句话 供主的名来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愿你们平安 祝大家圣诞快乐 谢谢 下面我们就欢迎Daniel Wang 用小提琴给大家演奏几首 圣诞节的歌曲 那它是一个连奏 就是好几首连在一起 那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那视频上都有这些歌名 好 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我们欢迎Daniel Wang弟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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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再介绍几位弟兄姐妹 用南腔北调给大家做圣诞问候 有的你听得懂 有的听不懂 我们就来欣赏吧 祝福大伯 这一生认识主耶稣 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祝福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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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自己的家 是一个温暖的家 幸福的家 那麦克尔弟兄有感动 写了一首诗歌 名叫温暖的家 那你仔细听听这些歌词呢 也盼望这些歌词 能激励你在家里 活出基督的爱 那么这首诗歌呢 也同样配上美丽的舞蹈 还有配上一些弟兄姐妹的 家庭中美好的照片 美好的倩影 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我和我需要温暖的家 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 我不再问你 爱我有多深 我只在不对你 付出有几分 你和我有个美丽梦想 音乐是我们沟通桥梁 我不再孤独 你常常有我 旋律祈福便知 你我以后 是你的今生细雨 如你阵阵的暖流飘过来 那就是寒冬的太阳 永生在沙漠中的感觉 有时会聚上地落 有时会聚上地落 有时的赞美和你鼓励 但你会变坑离开我 这是你我温暖的家 这是你我温暖的家 耶稣是我们一家之主 我温暖的家 我不再问你 我温暖的家 她温暖的家 我的天生在沙漠中的灵阵 也能够说 你也能够说 有时会聚上地 我温暖的家 你常常有我 却你祈祷便是一瓦一瓦 使你的今生细雨 如一阵阵地滑流飘过来 它就是寒冬的太阳 有生在沙漠中的感觉 有时委屈上帝国 有时的赞美和你鼓励 和你毁骗和你叛弱 就是你满满满的家 使你的今生细雨 如一阵阵地滑流飘过来 那就是寒冬的太阳 有生在沙漠中的感觉 有时会去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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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约105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晚上就是大家所说的平安夜 当时耶稣诞生前的那个晚上 因为充满了平安 无论是三位博士从远道而来 还是牧羊人 他们看到都是心里充满了平安 我们来听听这首诗歌 不光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内心的平安 因为耶稣来了 他给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都带来了无比的平安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三位小朋友 Luke、Brooke还有Daniel 一起合奏的这首曲子《平安夜》 加上我们Amy姐妹精彩的解说 我们一起来欢迎 这首曲子《平安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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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